你敢相信吗 当备受追捧的韩星唱起中文歌 发音标准到连爷爷都想拍手叫好 说不好中文却能把中文歌唱到一字不差 不得不夸赞一声 韩星的业务能力是真的挺强的 怪不得那么招年轻人喜欢呢 你敢信一个把丑八怪唱得如此标准的男爱豆 说起中文来有多么的一言难尽吗 洗脑程度堪比攻击中的战斗机 只要看过一遍之后每次耍到他 脑子里就会自动浮现出那句 大家好我是鹿星才请多多关心吧 如果说他们的组合名高奥七 你分不清是哪个组合 但是提到王家儿 大家应该就有印象了吧 按理说对内有中国的在韩武功人员 中文歌唱得好应该不算什么稀奇事 但这个人偏偏是王家儿 感觉他们学中文反而会更加辛苦一些吧 虽然郑秀妍在浪姐的表现很亮眼 但是她早期演唱的这首隐形的翅膀 应该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吧 原本张稍涵的歌就很难唱 但是卡姐的高音是真的没得说 说句拿捏一点都不夸张 金氏正是韩版101女团选秀中的第二名 她的唱功有多好 看她为多少韩剧唱过OST就知道了 但是没想到她唱起中文歌 不仅读音标准 就连感情也如此投入 这首《那些年》是70组合 在一次演唱会上 特意为中国粉丝演唱的歌曲 队内虽然有两名中国成员 但短时间内学会用中文唱歌 他们应该也下了不少功夫吧 虽然朴宝剑的口音还是很重 但是谁能抵挡得住她 露巴克牙齿的笑容呢 感觉抱她只要一笑 就什么都能原谅了 真是美色无人呢 说到会唱中文歌 怎么可能没有允儿呢 当初她的一首《青春修炼手色》 可是被夸赞了好久呢 边唱边跳 图字还如此清晰 说她是十级中文学者 一点都不为过 但说到十级中文学者这个词 怎么能没有挨忧呢 因为出演过韩版《步步惊心》中的若曦一角 所以她学唱了中文版的主题曲 唱给粉丝来听 音乐感觉一起 嗯 那画面感立刻就来了 除了以上几位唱中文歌 跟唱母语一样的韩星 你还知道谁的中文水平 也达到了想输大拇指点赞的程度呢